任何的一些建議之類的 都非常歡迎各位可以跟我們的老師討論 那我會來照這個世宣彭哪去了 那照這邊還有我跟柯跟欣老師兩位 可以先跟各位稍微的 這樣一個簡單的說明喔 好那如果法式 大哥你請說 要嘛就是比教訓欣賞 就要不要增加三千 實在是沒有錯 要嘛就是抱怨 作為一個常識的東西 我們小費者可以抱怨 所以你們就比較符合正義的立場 能夠講一下在幼教或者活動的大師方面 怎麼樣能夠增加學生的數值 就算在等餐贏的辦法 至少不會把你找到錯誤的方向上 或者是怎樣能夠做得更好一點 就是說怎麼樣增加經費 什麼的樣子 三千個國中的專頓輔導師 長遠而言的話 五十年後六十年後 每年要五十億的立算 有沒有這個必要 各位的政經 要增加體力增加的 包括高雄氣爆案 就是要炒出消防人 不能夠這樣的事情 正義能力 什麼的那個比較好想法 謝謝 謝謝 好 班農小欣請問您個問題 您希望從哪一個角度來看正義 或者從正義的哪一個面向來討論它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當我們在講公平正義概念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講 我以高教為例 我們這場高教的正義 我們在最簡單的基本概念是 恰如其分對不對 這可以接受嗎 沒錯嘛 好 恰如其分 因為這恰如其分是 大概恰如其分這個概念是 我們所有關於正義概念當中 所有各家理論裡面 大概大家都願意接受的東西 好 這最基本的東西 這個可以接受嗎 這個可以接受嗎 這個直接我們才能繼續往下進行 好不好 好 可以接受到我們再九十億的問題了 我們在教育當中 有沒有真正的恰如其分 事實上我比如說 我們剛剛所說的這些現象 它剛好都是有不正義的狀況 為什麼呢 它都不是恰如其分 它不是一個恰如其分的狀況 因為正義它包含什麼 它包含理論的部分跟實際的部分 理論的部分是 我要怎麼樣在我的理論順序上面 去產生一個合於正義的場合 那麼在裡面的人 他怎麼做是合於恰如其分的身分的 他身分是什麼 他就要做什麼 這應該才是恰如其分 如果從這角度回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三個人所說的 都是教育當中的不正義問題 為什麼高教就是不公平的 你就得要他公平 這是什麼正義嗎 可以懂我意思嗎 高等教育本身就預設一定程度的不公平 但我現在卻用其同式的平等來強迫 每一個人在基本概念上是完全相同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這是不是正義 這不是喔 這個不是喔 我講第二個例子 各位知不知道名家孩子在大學 交的學費是不正義的腳法 你知道嗎 我能大學其實認真想過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可不可以依據學院交學費 使用者付費是不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概念 使用者付費是恰如其分嗎 既然各位可以接受對不對 如果是使用者付費概念的話 告訴各位 文學院一個月不用交三萬塊 文學院一個月不用交三萬塊 兩萬七到兩萬八就可以使用學校的資源 因為它的資源是想要最少的 醫學院一個學期學費要九十六萬 那各位 您覺得您交的學費符合正義嗎 好像不 所以當我們在講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說我們好像在抱怨或是在什麼狀況 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因為他已經是不正義了 所以我們如同是在說什麼呢 告訴各位 你前面已經不正義了 所以不正義後的產物是後面所看到的這個狀況 這才是我們所說的這個重點的內容 否則的話不會用正義的理論來處理會產生一些很麻煩的問題 舉例來說 效益主義會跟你講教學評鑑還不錯 康德義烏諾會跟你說教學評鑑蠻到爆 最後才會找到我們最開始的問題就是 不同立場上有不同的正義的概念 而正義就變相對性 一旦正義變相對性 我們很多東西就不太能再討論下去 我不知道這樣解釋大哥可不可以接受嗎 第一個我帶清楚你前面講的那段評論是什麼意思 第二點的話我到底覺得還不錯 因為你願意講一些理念概念的問題 那就是我要的問題 是 那可是我只針對你所說的 該不該被評鑑 那就像你也講說它是一個商品 那商品該不該被監督 類似怎麼樣 OK 那你說那個 我想你應該是要講說 那更早的是 大學到底該不該這麼多 當然不該這麼多 所以他會問你原來不會是在那裡吧 那提謝抱怨大概有什麼的意思 哈哈哈 基本上教育是不是商品這個問題 到目前是沒有辦法去有效的被定義 後現代主會告訴各位 教育就是商品 教育就是一種商品 為什麼 你付錢了啊 不管你付給誰 反正你付錢了嘛 我應該得到我相對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每次都會看人家說 教學名鑑沒有意義呢 我們每次都會跟我們的學生講 尤其私立大學會跟他說 各位 你不要給我這邊亂寫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因為我怕的一個故 而是因為 你一個小時不過從口袋掏10塊錢給我 啊你是要買什麼服務 你告訴我 各位知道那個那個 我們在所有的正義結構 如果說我們要講個教學結構 很有趣的是這樣子的 我們所有的台灣大專業院校的學生 我們以我們今天的助理教授來說 一個小時的終點費假設是650元 我們有60個人 所以是不是一個人 就每個小時從口袋掏10塊錢給我 他學費直接往上教嘛 學校再噴噴下來嘛 當然啊就吃得那麼少啊 啊對就那麼少 但是因為大家集合在一起啊 欸還蠻多的 這擊殺城塔的概念 所以什麼是評鑑 我們在說評鑑的不正義是因為 我們本來希望評鑑是一個 學生在每一年的期末會舔啊 你是不是成為老師 對這種問題 當然不會是說你喜歡他嘛 不會這樣講嘛 他可能會問 老師上課是否富有教學熱忱 那就普及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就普及分 好 有這個教學 這是我們教學評鑑的基本概念 那麼我們所說的不正義是因 為什麼教學評鑑是不正義的 是因為教學評鑑當中 他其實剩下一個很大的利益交換的問題 越認真的老師 他越受到不正義的對待 我們本來是希望學生到學校來 要學到專業的東西 專業的知識 或是要嚴格的訓練 但是我們發現到 學生在學校裡面 他喜歡聽老師講一些口氣殺害態 我們在學校 就是說我們在學校 我有些學生很喜歡我 為什麼 因為我能跟他講漫畫 我能拿漫畫 或動畫當例子 當上課的教材 哇 這老師好棒喔 我能看到 我有可以跟我生活結合的 那這個本身就是一個 很吊詭的一個結構 所以我們所說 評鑑不正是從這邊來 這樣大哥OK嗎 可以嗎 可以喔 因為學生其他同學會有問題 沒有 你的問題很重要 因為事實上 對啦 正義的問題 咱們來教育評鑑 不知道各位 還是 您請說 我跟這個議員相關我順便提一下 尤其他就是議員的分享 然後我也是問一下 就是我在做班的時候 有當過教授的助教 就觀察到一些現象 就是 這個評鑑 當然他的利益是非常良善 可是我看到幾個 第一個是尊重創業 教育大學 能去評鑑一個 國師級的教育 他的教學品質 我常碰到一些 他們的回音 一些什麼 英文好多 我看不懂 然後分數就很低 最慘的是那種 給分數很低 完全沒有限定 就是在我每個限定 就是消耗他的教學樂器 那很多教授 哇 教二十幾二十年 突然 這幾年開始有教學評鑑之後 分數都很低 而且不知道怎麼提升 因為有時候可能只是 他不喜歡這個 老師上課的武器啊 或者是他的教材太難 或是看不懂 他可能就會給他人提個分數 我覺得就有點像說 你用一個 不尊重專業的評鑑制 去評鑑一個專業的話 久了之後 你到底是想要 藉由這個評鑑新手 你知道什麼 當然 就是會提出一些 對於評鑑新手的改進的建議 來 可是我覺得 效用不大 然後 第二個我想要問那個 國高中層面的問題 就我本身是心理學系的 他所壞是念心學 可是我覺得 就剛剛這個輔導的這個方案 我聽起來就有點 急就張的感覺 的確增加這整個是不是 對長久來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問題是你林選這些人 放這裡會不會太誇張了 就是 你竟然用這麼短的時間去訓練一個 理論上 必須要花六七年的時間 才可以訓練出來的專業冷藏 這本身就是在亂搞 然後 你要怎麼確保這些 當然 心理師他有個國家考試 冷視度 還有塑膜的訓練 所以你可以去保障 說他至少有一半以上 可是其實歷年來台灣教育支部裡面的輔導老師 就是 大家都可以跑去當輔導老師 就是沒有輔導專業人 你會去當輔導老師 可是 你在資商這個專業的東西上面 你如果不是資商專業人 你去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反而會膽障 因為他有提到一點 就是正結這個問題 我覺得 你想要藉由輔導師去 篩選正結 是不是可能是 他怎麼 本身就是善於欺騙他的人 那你怎麼可能 就是他不是解決正結問題 你應該說 就是 解決霸凌問題 或者是一些 那什麼 這還是 大致上是這樣 好 我先回應一下 之後我請那個視訓老師來回應一下 第一個就是關於那個 平鑒的問題 其實 你知道 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講的完全相反的狀況 什麼狀況呢 我通常實際上 我上課第一天都跟求求學生講說 我告訴你 我根本不在乎普鑒 我沒有要生的 因為各位知道現在那個 平鑒制度是你要生的 你平鑒要很好成的生的 我們有遇到那個老師是 都可以啊 因為平鑒有一次低於三分 所以他的生的就被取消掉了 好 這樣就是他怎麼搞的 那各校為什麼搞平鑒呢 因為教育部要求 每個學校都要有教師平鑒 好像在做業績一樣 所以就發生個很好玩的狀況 有一所大學 不跟你講名字 某一年他們決定 全校 你假如做教學平鑒 那一顆總分加三分 就學校先我幫你加 所以那一年有一票老師 因為我們一般盪的時候 不敢盪五十九 那個盪五十九就是擺明 我就是要盪你怎麼樣 就是那種狀況 一票老師給五十六 然後加了三分就變五十九 那一年他們說 一票人是五十五 會不會盪掉 所以他們想看 要盪你還要盪更低 我要給他那個五十幾分 那什麼時候我給五十六 就是我就是要盪你啊怎麼樣 那個時候就變成那個學校 我就是給你五十六 我就要盪你啊 怎樣 好 結果呢在這種狀況下 很多老師都被前置住了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種 他等於身分的顛倒 本來老師應該要公平正義的去對待全班每個學生 他要給每個學生相同機會 他要給每個學生同樣的 他要視每個學生為同樣的個體 但是在教學平鑒的實施之後 顛倒過來 學生反而具有絕對權力的主宰 那這位教師本身就產生很怪異的不公平 因為教師認真的就很糟 教師剛剛說的 其實我開學第一週 我都會跟學員講說 我告訴你 我沒有要升等 我不在乎評鑒 你給我全部都一分 我也不在乎 大人不要教 隨便 我愛幹嘛就幹嘛 反正就是我的教室 我說了算 然後我甚至一些班級會跟他講說 你要給我聽清楚喔 你不要跟我說 老師我努力都看不到 你要讓我看到嗎 為什麼我一定要看到你的努力 我就是萬惡 能力強 但脾氣暴躁的老闆 怎麼樣 欸奇怪 我這樣顛倒之後 學生好喜歡 欸對老師好棒喔 我個性喔 然後皮膚都超級高 奇怪怎麼會這樣 然後人真的容易被虐嗎 好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玩的東西 剛剛那個 那個大哥您提到那個行政問題喔 當那個贈結縣發生之後 很多人都說 東海大學莫名其妙啊 怎麼搞的都沒有那個 都這個沒有去提前預防 幹嘛幹嘛的 大開講很大的重點是 他是個善於騙的人 我們在大專院校的輔導機制 或是行政制度 如果我經過兩三次輔導 至少在我的量表上 他是OK的 我都不能夠說 這不對喔 這個應該有問題喔 我們如果不能夠 預防性羈押 我怎麼可能 預防性呢 喔這不對 我好像不對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大學行政 當那個問題 大學行政 不是因為 我那時候很喜歡跟學生講 不是因為你念了大學 就會懂大學行政 不是因為你也當過那個 你曾經在班上當過班幹 你就懂輔導 不要覺得好像這個樣子 好 OK 那薛老師可不可以請你 我現在把現在的薛老師 請薛老師來回覆剛剛那個問題 好 我覺得我承認 這是一個非常急就張的做法 確實就是我們也都 就是我們實際的實務工作者 我們會很懷疑 這樣子到底可以選出 篩選出什麼樣的一個輔導老師 好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翻今天的 應該是在聯合報 UDN 好 就是那個新竹大學的王文壽老師 他有寫一篇類似像是社論的文章 就是去講這個學生輔導法 他的利益良善 但是他有更多的配套措施 是需要我們的政府官員去評估的 好包括這個專輔老師 他的後 他任職之後的繼續教育 因為這個社會越來越複雜 有越來越多奇奇怪怪的心理疾病 是以前在我們小時候沒有聽過的 我們小時候哪有聽過什麼 自閉症 雅思伯格 或者是 土瑞士症 這些在我們小時候都沒有聽過 好可是現在有很多的孩子 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他會強調說 一個是 專輔老師他到職之後的繼續教育 他要不斷的 可能每一年要規定 要接受多少小時的訓練 或者是多少小時的督導 確保他的能力是有在提升的 或者是他是有不斷的去update他自己的姿勢 那還有一個就是考核制度 我的學校或者是縣政府 因為專輔老師他歸教育局處管 那我的學校或是我的縣市政府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好的考核的方法 去來評鑑這一群人 去評估他們是不是可以擔任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但是其實以我自己在學校的實務現場 我覺得沒有三兩三就不要來上梁山 你知道現在小孩的問題是很難搞的 你坐在一個辦公室 我們曾經有一天早上八點開始到八點四十 才四十分鐘 就被護士阿姨帶來了三個小朋友 不是眼睛藕青就是身上有傷 那你知道這個可能就是被爸爸打啊 被修理啊 那你就有很多後續的事情要去處理 所以其實浮道老師的工作是非常的忙碌 而且呢他其實不太會有什麼成就感 你在學校教書的話 我今天孩子不會加繁 他不會各位數加繁 我教他 我努力教他 他學會了 我會有很直接的回饋 因為我看到他從不會到會 所以我會有成就感 我的工作上面的一個喜悅 除了我領到薪水之外 我還會知道說我真的有幫助到 我真的有教孩子會一些東西 可是你的輔導工作是你可能要做三個月五個月 甚至於更長久的時間 我有的孩子是來跟我談話三四十次 你要想一次是一個禮拜 扣掉暑假八 暑假的兩個月扣掉寒假 他可能三四十次就是一整年 你要一整年你才可以看到他有一點點的問題 孩子多大年紀 這個跟年紀沒有絕對的關係 你越大的 我應該這樣子講 你的問題成因越久 你要治療的時間越困難 就像你感冒或是你生病 你生病兩三天可以痊癒 跟你生病一兩個月要可以痊癒 這個痊癒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其實工作上面的回饋是很少的 所以有很多專輔老師 他其實他雖然走偏門 他來了這個位子 但是他其實耐不住那個辛苦 因為工作沒有什麼成就感 壓力很大 你每天都是聽人家倒苦水 聽人家跟你抱怨 然後有很多老師就是 他只要是你的個案 在班上有一點事情 他就牽著他來輔導師說 你負責 所以其實你的工作很辛苦 那當然還有一個部分 是我在教授的部分 我就是覺得 我已經跟學校 我有跟學校講過 就是有些人我就是一定會答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離譜 就是所有的評分標準 我們在開課的時候 就講好是這樣 那你不願意念書 你也不願意在課堂上 好好的跟人家討論 我給你的回家作業 你也不願意認真寫 那這兩學分如果我給你了 我怎麼對得起其他很認真學習的同學 我覺得那是不公平的 所以有些人就是 即使我調整了那個比重 就是可能兩成三成換成三成兩成這樣子 就是我調整了比重 但是他還是不會多 那就是很抱歉 就是明年再來一次 好 我覺得那個是回應你那個培訓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你講到正結 確實我們不可能期待說 你設了專輔老師 我就可以解決像正結這樣子的問題 好 但是他當初立這個法的期待是 我可以在孩子還小的時候 在他才念國小的時候 我就可以發現這個孩子 跟人家不太一樣 他需要一些關心 他需要一些協助 好 我可以在他還小的時候 我就提供他幫忙 免得他因為一直沒有人幫他 然後到了大以後 長大以後 他做出這麼讓人覺得很惋惜的事情 可能不是只是像正結 也包括了以前像是那個洪小慧 就是清大的那個亡水事件 書念的這麼好佛事 然後因為一個情傷 然後讓社會大眾 還有很多人都覺得非常的惋惜 那其實是你的一個處理感情的態度 所以他設這個輔導教師 他其實是希望可以早期發現 有一點像是早療的概念 我可以早早發現孩子的不同跟不對勁 然後免得他到了大之後 做了讓我們大家都很遺憾的事情 好水 好水 快樂 不要問我自己說一下 他剛才講的話 對不起其他人 這個是 這樣會更加對不起未來 他會接觸到上來的選擇 嗯 好 各位